板栗烧鸡 板栗素有干果之王的美誉 以板栗和鸡为原料 制作的这道菜是川菜中传统的佳肴 做这道菜的原料是 代古的嫩公鸡肉750克 板栗500克 鸡汤750克 调料有姜15克 葱15克 料酒50克 花椒10粒 晶盐10克 菜油50克 制作时先把鸡剁成小块 鸡腿去掉大骨也剁成小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栗 把鸡块放在七成的热油当中 炸至断生时捞出 待油温升至八成热的时候 把鸡块倒入油锅当中复炸 复炸鸡块呈金黄色时倒入漏勺内 锅里留底油 放葱段 姜块和香油 放入胡椒 炒出香味以后加料酒 酱油 清汤 加入去了皮的栗子和炸好的鸡块 用小火烧透 后再改用旺火 用水淀粉勾芡 淋入鸣油即可出锅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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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油即可出锅装潢 板栗烧鸡这道菜的特点是香气扑鼻 甜咸软糯 是老少咸鸣的好菜 鸣油即可出锅装潢 鸣油即可出锅装潢